挖掘机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标配 是反映基础设施建设 观察固定资产投资等领域变化的风向标 央视财经与三一重工树根互联 联合打造的央视财经挖掘机指数 今天发布了最新数据 那么8月份各项数据有什么变化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央视财经挖掘机指数显示 1至8月 我国各类工程机械累积作业量继续稳步增长 累计作业量同比增幅排名前三的设备 依次为汽车起重机29.5% 搅拌车11.1% 履带式起重机2.6% 去年同期为悬挖钻机49.8% 压路机19.6% 挖掘机13.7% 从数据看 今年前8个月 我国各项工程建设整体处于第三阶段 较上年同期第一阶段明显加速 单从8月份数据来看 开工动土的主要阵地 从长江三角洲转移到了东北西北等地区 8月 挖掘机作业量同比增长率前四的省份 依次为新疆 河北 吉林 辽宁 而在7月 排次为湖北 安徽 湖南 吉林 同样作为开工信号的混凝土设备作业量 8月份增长情况与挖掘机相似 主要集中于西北地区 搅拌车作业量同比增长率前三的省份 依次为新疆 海南 青海 搅拌站作业量同比增长率前三的为 新疆 宁夏 甘肃 值得注意的是 自7月下旬河南水灾发生以来 挖掘机在救援期间以及善后工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为当地开挖排水渠修筑防洪堤坝的主力军 央视财经挖掘机指数显示 河南挖掘机开工率水平整个8月份始终保持在70%左右的高位 此外 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还有140天 北京河北作为两大举办地点 各项工程建设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 8月 北京的挖掘机作业量 河北的挖掘机开工率领跑全国 分别位列全国第三第二 较7月排名提升了1727位 除了挖掘机累计作业量排名位列全国前列外 用于工期第二阶段的混凝土设备 第三阶段的吊装设备表现同样出色 以北京为例 泵车 车载泵 拖泵等混凝土设备累积作业量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5.8% 13.4% 203.3%